材料清单,紫薯都是去皮净种,下筒500克,芋头,我用的是利谱芋头,别的没用过,50,0克,南瓜500克,木薯淀粉品还不现,没有就不要做了,不知道什么是木薯淀粉的去百度,各250克,三种食材,就共需要750克,兰花,紫薯,芋头用各种方法蒸熟,我用锅粘三种放一起蒸的,会有些创测, 建议的,用锡纸包起来蒸,水蒸的缺点是南瓜水多了,后面会导致用大量碟粉中和,其他两种水蒸没问题,南瓜蒸熟后可用副粘锅炒干鞋,南瓜,紫薯,芋头用各种方法弄烂,会用的是擀面粘枣的,也可以分别放入保鲜蛋又受柔辣,三种食材本身带有糖分,再加了碟粉后甜分降低,建议大家根据个人口味,加适量白糖, 蜂蜜也行,芋头甜分最低,糖量可多加,加入淀粉,淀粉不要一次加够,要分次加入,建议大家在最初用筷子搅拌,带面团硬,以后再手揉,不然把手面糊会崩溃的,揉成干的有弹性的面团就算成功了,怕淀粉多以用少量糯米粉带气,越连和树里甜干的话,慢慢加少量水, 直到柔筋足量淀粉为止,搓不成团,要不淀粉不够,要不太干,第五步,切丁,整个大安板和一大盘子,盘子上撒些普通面粉,把三个面团分别搓成细条切丁,不吃不用煮放冰箱速冻,二个月之内吃完,不要问两个月以后怎么办,自己看着吧,口感差而已,煮芋圆 锅里烧开水后,加入做好的芋圆,等五、六分钟全部浮上水后,捞出放入准备好的凉开水中,这不主要是增加芋圆的Q性,从料开水中捞出芋圆加入红豆,一米,莲子,或仙草,椰汁,牛奶,姜汤水任何你们喜欢的甜品中,一碗和香味制成的鲜鱼鲜就成功制成了,吃不完的撒些面粉速冻,想吃再拿出 不来煮,怎么样,大家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了吧,小贴士,一,南瓜水分多,注意蒸熟捣烂后,用副山锅炒干点,不则会加淀粉太多,导致南瓜玉原因,火球,芋绒竹软,二加糖在第二步,请适量加糖,个人口味有差异,三,我的方子只用木薯淀粉,木薯淀粉,木薯淀粉,重要事情说三遍,不要为我其他 这点粉可不可以,如果一定要用别的淀粉,请参照别人的方子